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7年我们听力出题的一些特点 第二呢 我们听力的一些解题的方法 最后我们讲讲平时学习听力有什么好方法呢 好 我们开始吧 2017年我们听力出题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已经考了几次考试 那么准备4月份考试的同学看一看 首先它的语速 现在听力的考试语速越来越快 特别是我们的第一部分比较快 比如王力老师如果加快语速的话 大家是不是能听懂呢 如果我加快语速大家也听得懂的话 我相信听力一定没有问题 所以听力的时候它的第一部分比较快 大家注意 第二呢 它用的词和以前比比较难 很多是我们不太熟悉的 比如说 看一下哈 层次感 苏小 那么这样的词出现在我们听力内容中可能更难 所以很多考生听不懂听力 觉得听力难 是因为词汇比较难 那第三 听力的选项特点 听力 我们听到的内容和我们ABCD选项之间的关系有三种 第一个 听到的和选项完全是一样的 第二个呢 不太一样 但是意思上差不多 还有完全不一样的 听到的和选项的完全不同 这个是最难的 当然它出的并不多 所以大家别担心哈 举个例子 比如说听力 我们听到的是我很高兴 那么它的选项A 高兴完全一样 所以我们很容易达到A 可是有的时候不是哈 差不多 比如说兴奋 兴奋也是高兴嘛 心情很好 所以我很高兴 兴奋一样的 那么第三个是完全不同 这个最难哈 我很高兴 但是选项呢 我的情绪很高涨 哦 这是什么 很多考生觉得完全没有关系 情绪 他人家说的是高兴呀 高涨 有的学生可能连这个都不认识哈 高涨也是很积极很热情的呀 那么情绪高涨 也是说他很激动呀 很高兴的样子 所以他们是完全一样的啊 我很高兴 也是我的情绪很高涨 所以考试的时候比较难 当然这个出的不多哈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所以听的时候啊 听到听到的内容和选项之间的关系 大家注意一下 那么最后出题的顺序 我们觉得顺序哈 31 32 33是这样的 不过考试也有特别的 有的考试呢 在顺序上出现了变化 比如说第二和第三部分 常常出现改变 第二部分的最后一道题 顺序上常常变哈 他可能放在最开始的位置 所以很多考生没有注意吗 那么最后20题可能达不出来了 所以注意他的顺序哈 20然后才是其他的 16 17 18 19 那么当然也有特别的情况 有的时候呢 可能别的顺序也会改变哈 比如说19 倒数第二道题 那么他的顺序变到了中间的位置 16 17 19 18和20 当然这个不多哈 但是也会有 所以对我们来说 最常见的是这样的题 最后一道题的顺序变了 当然第三部分是一样的哈 也可能出现最后一道题的顺序改变了 放到了前边 33 31 32可能是这样的 当然有一些题呢 顺序上是随便的哈 31 33 32或者33 32 31 它是随便变的 那么这个是我们现在听力的情况 所以由于这样的原因呢 很多考生觉得 哦老师听力太难了 不过老师给大家整理了一下出题的方式和特点 希望大家抓住这种特点能够好好的答题 那么怎样去听才能得到好成绩吗 老师我都听懂 当然都听懂是好的 可是不可能 六级的词汇太多了 而且内容很长嘛 所以是有方法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听力的技巧 听力用的词再难 但是它一般是有方法 什么呢 我们要抓住关键词 很多内容啊 它是关键词是一样的或者是差不多的 其他的表达可能不同啊 所以在听的时候 我们先看看选项的内容 然后呢 听的时候 注意有没有跟选项差不多 或者是一样的那个词汇 一般呢 就是答案 所以第一个 听到关键词 什么样的呢 一样的 或者是差不多的关键词 这样一般是答案 好我们看看 例子是不是 好例子A哈 我们先看一下选项 A 根系发达 B 土壤肥沃 C 雨量充沛 D 光合作用充分 这个好像是植物有关的内容啊 那我们要注意这里边的名词 根系 土壤 雨量 下雨的这种多少哈 光合作用 那么它们什么情况 好 大家听 看看有没有跟它相似的关键词 好 听 南方生长的一种毛竹 在最初的五年里 几乎看不到它的生长 然而 在这五年里 毛竹的根系 向周围生长了十多米 向地下生长了近五米 一跃成为竹子家族 一跃成为竹子家族甚至是自然界中的生长冠军 可以说正是强大的根系 可以说正是强大的根系保证了毛竹后期的急速生长 怎么样 大家听了以后对哪一个词比较有反应呢 什么根系 这里边说了很多都跟根系有关的 毛竹的根系 什么哈 后面可以说强大的根系 什么什么的 那么其他的根本没提到 对吧 土壤雨量光合作用完全没有 所以答案 显而易见谁呀 A正确 所以我们的答案就是A 所以考试的时候 内容可能很难啊 老师毛竹是个什么 我也不懂 老师也没见过 但是呢 里边的内容我们能抓住 什么呢 关键词一致的或者是相似的 当然 他的表达可能不同 这里边的哈 根系有了完全一样 可是发达 他没说对吧 他用了别的意思哈 他说强大的根系 强大也是很多嘛 那么发达也是生长得很好 差不多 而且他后边说了生长了多少米哈 这里边提到了 像周围生长了十多米 像地下生长了五米什么的 都是在说他发展的 生长得非常好呀 所以意思上差不多 那么答案当然是A 根系发达 所以在听的时候哈 关键词是一样的 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太一样 那也是答案 好 我们看看 那么同样 技巧二 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一样的词汇 但是表达是不同的 好 看看选项 A 提高报酬 B 张贴 空白海报 C 改变了海报的形式 D 增加了演出场次 哪个是呢 好 我们注意哈 关键词 同样注意 它的表达的方法不一样 完全一样的句子没有哈 听听 是不是 有三个著名演员 应邀到一个剧场同台演出 但他们的要求 就是把自己的名字 排在海报的最前面 这真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到了演出那天 三个演员到剧场一看 海报不是一般的纸面形式 而是一个不断转动的大灯笼 三个演员的名字都写在灯笼上 三个名字转圈出现 谁都可以说自己的名字排在前面 于是三个演员都高兴地参加了演出 怎么样 哪个词出现了 哪个 对哈 这里面提到了什么 海报 对吧 那么三个演员哈 他的要求都是要在海报上有自己的名字 所以呢 他的海报有自己的特点了 所以这里边 报酬 给多少钱 没说 比 增加了演出的场次 场次也是次数吗 两次三次三次四次 这里面没有数量方面的哈 不对 所以这里边提到了海报的只有B和C 那哪个是呢 那么关键词抓住了哈 下面看他的内容 B 张贴空白海报 这个海报上什么都没写哈 贴上来 C呢 改变了海报的形式 它的样子变了哈 和以前的不同 看看哪个哈 答案是谁呀 答案是C 为什么 刚才说了 这里边提到了海报 他说海报是什么样子哈 海报不是一般的纸面形式 一般 我们平时用的哈 而是一个不断转动的灯笼 所以不是 而是 前边的不对哈 后边的对 那么他现在怎么样 换了 不是一般的 不是我们平时的哈 而是 另一种 什么呢 一种转动的灯笼 在灯笼上写上名字 所以这里边提到的是什么 不没有空白 对吧 而是 变化了 不是 而是 不是一般的 而是什么什么 所以他的形式改变了 所以答案是C 怎么样 所以考试的时候哈 他用了很多比较难的词汇 没关系 大家不用关心他哈 我们关心的就是 听到的内容 有没有跟选项一致的 或者是相似的关键词 当然注意哈 表达完全一样的内容 当然好 但一般不容易 有很多情况呢 有很多情况呢 他的表达方法变了 但是意思上一样 好 下一种哈 出题的顺序 在我们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呢 他的顺序可能会出现变化 不是每一道题都有哈 但是至少有两三段话 他的顺序会改变的 所以大家一定小心 先看看选项的内容 听的时候要注意 特别是最后的题 可能他的顺序变到前边 好 我们看看这道题 这道题的顺序按照整个的文版 他变了一下哈 他第二题的顺序变到了前边 所以他的出题顺序 79 78 然后15 所以如果很多考生啊 只是按照顺序听的话 那我相信可能最开始的那个79题 他听不到答案了 所以啊老师我没有听到 他没说 嗯 那么他说了 没说的话 可能你没听到吧 或者你看选项的顺序不对 所以大家要注意顺序哈 那么49题 关于实验下列哪项是正确的 好 看看他的内容 实验进行了整整80人次 那么实验进行了80人次 80次吧 80次吧 80次应该挺多的吧 所以他的表达方法变了答案B 进行了很多次 所以他没有说80 所以有的考生啊 听到数字以后 啊 ABCD 没有啊 当然 答案是一样的 只是表达不同 80次 80次也就是很多次 所以完全一样的意思 答案是B 好 看看下边的哈 48题 大多数被试者是什么反应呢 哎 被进行实验的人 他们反应是什么 好 看看 当心理学家坐在他们身边后 很多被试者会默默的 哎 没有声音啊 默默的移到别处坐下 移也是换吗 走了 别处 别 另外的处地方 到别的地方坐下了 啊 那么看看他的表达 坐到别的地方 差不多对吧 不是完全一样 但是差不多 啊 移到 坐到 什么呢 别处 别的地方 差不多 所以答案是谁呀 C 上去 所以考试的时候啊 完全一样的表达 不容易呀 好 最后 故事 这段话 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好 看看他的内容 人与人之间 需要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 那么答案 与人交往 要保持距离 啊 他有一样的词汇 对吧 观念词 保持什么 距离 那么这里边呢 保持空间距离 一样的啊 一样的啊 只是空间他没说嘛 意思是相似的 那么人与人之间 也就是什么 啊 与人交往交流的时候啊 所以人与人之间 也就是与人 交往的时候 怎么样 差不多吧 所以这就是现在我们出题的情况 所以大家在看选项的时候啊 一定要提醒自己 第一个 他出题的顺序可能变了 特别是最后的那道题 第二 完全一样的 当然好 但是不一定啊 所以我们听的时候 要注意听到的内容 和我们ABCD选项里边的关键词 是不是一样的 或者是相似的 那么一般是答案 当然 有个别的表达比较难 完全不同啊 比如说 我很高兴 那么他说 我的情绪很高涨 这完全不一样 那么这种题 一般错的会更多一些 当然 他不多 会有个别的几个题嘛 所以听力50道题啊 有三四个这样 或者四五个这样 没关系嘛 不可能都听不懂 但其他的 只要用这种方法的话 我们可以找对答案的 好 这就是我们听力的技巧 那么大家如果用这样的技巧 去考试的话 相信一定会得到更好的成绩 那么 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学习听力呢 听力不会一下子成功啊 他需要我们每天每天的练习 所以王力老师给大家一些小的建议和方法 第一个 掌握技巧 听力嘛 完全听懂 当然好 但是听不懂 也可以找对答案 所以大家 平时多练习 老师教给大家的方法 反复的练习来熟悉 那么一定可以提高更好的成绩 那么第二呢 就是学习词汇 只是技巧不够 技巧嘛 只是为了考试 我们要有真正的能力 所以词汇提高的话 是提高你的能力呀 那么现在的声词越来越难了 如果大家能更多的学习词汇的话 那么听的时候会比较放松 而且更容易抓住答案 比如说像这样的词汇啊 肥沃 战斗机 试镜 这样的词汇啊 出现在我们听力里边 其实挺难的 所以平时多学习词汇 当然 多听 多练习 很重要 听力嘛 我们应该多听才写 特别是听写练习 听 然后把你听到的内容写下来 再听 再把听到的内容写下来 这样的话 你们的听力 才能更高的提高 因为我们可以抓住答案嘛 每个字每个字 都听得懂的话 更容易 那么最后呢 积累一些背景的知识 现在听力呢 出现了很多新的内容 比如说 这是我们刚考过的内容 蜘蛛人 蜘蛛人是什么 我们知道蜘蛛啊 一种昆虫 科米 人 沙朗 科米沙朗 不是这样的 它不是这个 科米跟动物没关系 跟昆虫没关 它是什么呢 解释 蜘蛛人 它是现代社会 在城市高楼外边 做清洁工作的人 楼很高啊 我们应该蹭手 打扫一下啊 那么这样的人 怎么样 挂在我们高楼上啊 像蜘蛛一样 所以我们叫它蜘蛛人 那么第二个 那么第二个 信坛 这是什么 典故 出自庄子一书 啊 这个故事啊 出自来自庄子的书 作为学校的别称 别 打龙狗 另外的称 一领名字 那么别称 学校的另一个名字 所以 信坛 是学校另一个名字 比如说 哎 你去哪儿 我们说 我去学校 也可以说 我去信坛 那么信坛是什么 就是学校的意思 所以这样的词汇 这样的背景知识 如果你学的更多的话 对你的听力 大有帮助 好 那么这是王立老师 给大家的一些 建议和小的方法吧 希望大家 那个能够帮助大家 对大家更有好处 那么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希望我们四月份的考试 大家取得好成绩 好 今天在这儿 再见 大家